这是471.4%的增长 所以明显看到电费有很大的增幅 究竟这个通胀是否真的影响我们这么紧要呢? 大家好,我是Cindy 很久没有拍过这个支出片 今天终于回来和大家总结一下2022年上半年的支出 如果是第一次进来看我的视频的观众 有兴趣可以看我以前拍过的几条支出片 我这条片都会做一些数字上的比较 给大家看看过去这半年和之前的支出有什么分别 如果之前有看过我的支出片的观众 应该都知道我会将我们的支出分开几个不同种类 我首先会概括和大家讲一讲每一个类别我们支出的变化 然后再根据每一个分类和大家解释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 到最后都会和大家讲一讲究竟英国的通胀 对我们的支出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自己整合了所有数据之后都整了一个图表出来 希望令大家容易点明白 这个图表就会比较我们在2021年全年平均每月的支出 和我们2022年头半年平均每月的支出 首先第一类就是我们每个月的固定消费 包括租金、水费、电费、家上网和手提电话的plan等等 固定支出就由1120磅变了1150磅 就有2.7%的增长 至于买饭就由350磅变成260磅 就少了25.7% 至于出街吃饭就由100磅变成200磅 其实就是一个100%的增长 至于交通就由30磅变了5磅 就少了83.3% 至于我们日常的家庭支出 好像平时买日常用品 就由75磅变了130磅 就有73.3%的增长 至于娱乐方面就由25磅变成20磅 就少了20% 至于购物类别就由7磅变成40磅 这是471.4%的增长 这个计算出来我都觉得有点夸张 但待会跟大家讲解 究竟这些增长或减少是有什么原因 所以最后每个月平均消费 由1707磅变成1805磅 每个月花多了100磅 这是5.7%的增长 现在就和大家拆解一下 究竟我们每个类别的增长和减少是什么原因 首先最大的类别就是固定支出 大家这里就会看到 当我将支出造成一个Pi chart 都会看到我们64%的总支出 其实是去了这个类别 第一个最大的数目 当然是交租 我们都非常庆幸 我们过去这半年 都仍是给同一个租金 就是850磅一个月 就由我们2019年搬进来开始 都是交同一个租金 不过来近9月 我们又会要逐租 我有听过我们其他的鄰居说 他们大部分都收到一个要加租的offer 所以我们都已经有定心理准备 我们未来有机会要付贵些租金 因为最近这里附近的租金 都是有明显的上升 譬如一房的单位 有些新租的话 已经是去到1000磅一个月才租到 所以以我们850磅来说 其实是真的很划算 但我希望它不会加我们太多 这个都要等真正我们收到这个offer的时候 我就会再和大家更新 可能有些观众就会好奇 如果加租的话 你们会不会考虑搬去第二个租得便宜的地方 其实暂时我们就未有这个打算 当然都要视乎他们打算会加我们多少租 如果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们都会希望继续在这里住 因为始终都住惯了 一来这里的位置是很方便 我们两个上班都是不需要坐车的 二来我们又真的住惯了这个内女的环境 虽然每一年的暑假 其实我都很有冲动想搬走 因为楼下的小孩真的很吵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 minor的原因 因为他们都不是真的一年365天都那么吵 第三就是 其实你要去找地方搬 和搬的过程 都是浪费很多时间 很多钱 和很多心力 尤其是我们家里现在 越买越多东西 要搬屋的话 我都想象到应该挺痛苦的 而且你搬屋都有一个成本 又有机会搬去这个新的地方 未必会有傢俱 傢俱我们又要重新再买过 总之我就觉得 如果他真的不是加得很多租的话 我都会想继续住在这里先 我刚才也有说 其实我们也有留意过 这里附近的租金 都是有这个上升的趋势 就算我们找到可能来市中心 远一点点的地方 可能可以给少的租 都不是真的差太远 所以我们暂时的打算 都是会继续住在这里 而下一个固定支出 我想都是大家很关心的电费 如果有留意英国电费有关的新闻之类 都知道其实是升得很宽 很夸张 如果未来过英国的朋友 我都想和大家简单讲一讲 其实英国是怎样去交电费 英国的电费包含两个价格 一个叫Unit Rate 即是每一道电要付多少钱 另一个叫Standing Charge 即是你每一天 无论你用多少电 都是要付的一个价钱 由今年刚刚的4月1号开始 我们就给一个新的价钱 就是加了价的价钱 我们每一道电要付的钱 即这个Unit Rate 就由19.43P 变成26.53P 至于我们每一天都要付的 Standing Charge 就由23.89P 去到32.43P 英国这边他们是怎样收你的电费 因为你每一个月的用电量都不一样 尤其是你冬天会用得比夏天更多的电 那为什么冬天会用得比夏天更多呢 因为在英国来说 冬天大部分人都会开暖气 那你的热水炉 因为你可能沖热水量会沖得久一点 那热水炉又会相对开得久一点 冬天的日照时间比较短 那你家的灯又要是会开长一点时间 那所以大部分家庭 他们夏天的用电量都相对会低于冬天 那他就会估计你全年的用电量 而去建议你每一个月的自动转账的金额是要多少 那现在他就是估计我们会用4300度电 那当他帮你订了一个自动转账的金额 你每个月都是给同一个金额 那他就会在你的币内每个月扣回你真正用了的电 需要给的那个钱 那所以有时候冬天的时候 你会见到自己的币是在付钱 那夏天的时候 你就会见到自己的币是会多了钱的 那都 depends on 你是哪个月开始用这一家供典公司 譬如我们9月入伙 那每年8月至9月就是结算一次 那如果你在那一年完结之后 你是用得多过他本身估算你每一年会用的电量的话 你就要去给多少钱去补回那个差价 那相反如果你是用少了电的话 你是有机会可以叫他退回钱给你的 但是不是每一家供典公司都可以退回钱给你 那当然了 那钱还是属于你的 那只不过它是会变了 carry下去下一年 就是给下一年的电费 而且在那一年的中间 其实你都可以去调整自己的自动转账金额 那如果他见到你起初那几个月 其实用的电是比他预期中少的话 他都会建议你去减少这个自动转账金额 那就令到你在年中的时候 不会付那么多钱 那其实看回我们过去那半年的用电量 由一月的四百四十几度 是去到六月的二百七十度 所以其实大家都看到一个明显的分别 就是由冬天到夏天我们用的电量是越来越少的 那因为我们的电费就是四月一号开始加价 那所以就看到一二三月 我们由98磅95磅到77磅 那但是四月我们是明显用得比较少电的 那但是我们反而是给89磅 那之后去到五月六月就是给95磅85磅 那所以都是明显见到这个电费是有一个很大的增幅 那所以电费这个位置应该都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每个月的固定消费是会多了的 那下一个项目就是水费 那水费其实和电费都比较相似的 都是有几种不同的收费 那我们给的水费就是包括三个不同的项目的 那第一个就是fresh water 那就是你开水喉出来一些干净的水 那第二个就是waste water 那就是你在厕所沖走或者在洗手盆浴缸会排走的水 那第三个就是service water and highway drainage 那就是由我们这栋大厦或者如果你是住house的话 你的house排出去他们水渠的水 那也都包括了在一些公共的道路上面排入去坑渠的水 那我们也是有份要付钱的 那水费就是每半年会标你一次 那因为我们就是9月开始住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每年就是9月和3月就会收到这个标的 那所以我现在在手的数据就是由2021年的9月去到2022年的3月 那我们在这180多天里面就用了58立方米的水 那总共就标了我们187磅 那就是已经包了我上面说的那三个项目 那所以其实除了我们每个月大概就是要付31磅 那下一个项目就是council tax 那其实council tax就是英国一个taxing system 就是for每一个区叫做一个地方政府 去运作一些公共服务的税项 那这些council tax就会用在一些emergency service 例如是消防、救护、或者是那一区的收垃圾服务 那还有街灯的用电、还有图书馆、学校等等这些服务 那council tax都是每一年标一次的 那就是和这个税务年度一样 那就是由每一年的4月去到第二年的3月 那今年呢我们就是需要付18808磅的 那我们都是选择了分开12个月的自动转账去付钱 那我们现在每个月就是付150磅的 那你要付的council tax就好视乎你住的地方 那他们就有一个叫做council tax band的东西 就由A到H A就是最便宜,H就是最贵的 那我们现在住这个地方就是band D 那他们怎么去决定你住的地方是属于哪一个band呢 那就是根据你的物业的大小、间隔、所在位置和这个物业整个股价等等 很多个不同的因素 那如果你家里是有全职的学生呢 那也是会有一个折扣的 那之后下一个固定支出呢就是这个blog banner 那就是家里的宽频上网 那我们呢暂时呢都仍是比较45磅一个月就没有变过的 那我们就是选择了在这个供应商里面最快的plan 那就是下载的速度就是360Mbps 上载的速度就是72Mbps 那我想在香港的观众就会觉得 蛤?360Mbps已经是最快的plan? 那没错啊 我都有尝试找过其他供应商 但其实都是差不多200多至300Mbps 都已经是最快的plan 那所以如果在香港真的用惯一些非常快的plan的话 那来到呢可能就要慢慢习惯英国的网速了 那但是其实我自己又觉得都算是够用 譬如我好像去上载一段的YouTube Video 可能大概15分钟左右 其实都不是说真的用很久的时间 可能大概都是7至8分钟左右就已经上载到 那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都算是够用的 那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手提电话的合约服务 那我们两个呢都是用一些不用上台没有绑子的合约 都是每一个月再去renew的 那我自己呢就是在用Voxy 那我老公呢就是在用Smarty的 那但是呢我想着 都会把它转过去Voxy 或者转去Gift格的 始终觉得Smarty收得不是太好 有很多我们这里附近的地方呢 它都是会执机和突然断线 或者是有时完全上不了网 那我不知道是因为BIRMINGUM附近覆盖率不太好 那所以呢我来着都会帮它转一个新的电话plan 那不过无可否认呢 Smarty是真的挺便宜的 因为Voxy和Gift格最便宜的plan都要10磅 如果你真的用不了那么多数据呢 Smarty的话是有点少点的数据的plan可以选 那它现在呢就是用一个6磅4G的plan 那我呢就是用10磅是Voxy的plan 那现在呢它们10磅呢 其实是包括了30G的流量 那还要是已经包了所有社交媒体 譬如你上Instagram、Facebook、Twitter那些 它是不会扣你那30G的 那但其实说真的 我每个月呢都是用到大概5至6G的 那它最便宜的已经是10磅这个plan 那10磅了30G 那我就照用了 但其实我刚刚加入的时候呢 是由10磅8G 然后突然之间呢 变成了10磅有12G 到现在呢 变成了10磅有30G 我觉得这些的电话plan 是真的唯一一样 没有受到通胀影响 好像不用钱那样 就给很多 你上网吧 你用我们的data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上下Voxy的网 看一看 那我觉得呢 在这里附近呢 它都算收得挺ok的 但唯一呢 就是可能 你有时进入到室内 比较入的地方呢 它都会收得不太好 但其实这个呢 很多供应商都有这个问题 那下一个大类别呢 就是买菜了 那在买菜呢 过去这半年呢 我们就是比去年 洗少了25.7%的 那这个呢 我自己都觉得挺surprise 我没想过呢 是我们洗少了这么多 那可能呢 就是因为我们呢 这一排都比较懒了一点 就煮少了饭 那可能有时呢 下班回来呢 就觉得很累 不想煮 就隨便煮个面吃就算了 那还有呢 我和我老公呢 的上班时间呢 都不是太夹的 那有时我自己下班回来呢 自己一个呢 就更加没有什么动力去煮饭 那可能呢 就会留我们两个一起放假的时候呢 就先会煮多一点点 那我们都知道呢 自己煮饭呢 是真的会健康一点的 那所以我们这一排呢 都有煮多了饭啦 那还有买多一点的蔬菜水果去吃 那希望我们可以尽量健康多一点啦 那之后出街吃饭呢 就是100%的增长 由100磅变成200磅 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那我想如果大家有看开我们的vlog的话呢 应该都会留意到 我们出街吃饭的次数呢 是频密了很多的 那我都估计呢 那我都估计呢 我们用少了在买菜那里的钱呢 其实是去了出街吃饭那里的 那我刚才都说了 因为我们两个上班的时间呢 就比较不够了 那所以我们有时 因为有机会呢 可以一起吃饭呢 都会想吃好一点啊 或者想去试一下一间新的餐厅 那这些时候呢 我们就会倾向 那我们一起出街吃啦 那还有我们也有去多了date night啦 可能呢 就会花得比较多钱啦 去一些漂亮一点的餐厅 跟着吃完东西 可能又会去喝几杯东西 那这样 就会花得比较多钱啦 那但我觉得呢 这些都算是花得值得的 那只要不是说每个月呢 都走去吃那间100磅的餐厅 那样 那可能我们一个月 间中有一两次 那样我觉得都ok的 那我们都enjoy大家一起去试 新餐厅的这些机会啦 那下一个里面呢 就是交通啦 那竟然呢 见到是洗少了83.3% 那其实原因都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再租车去买菜啦 那还有我们又少了 譬如租车去行山 那我们就多了机会呢 如果要去些什么远的地方呢 我们都是会搭巴士 那其实搭巴士呢 那我们两个人呢 那我们都会买七磅的那个 all day 那个pass 那就是 七磅就包了两个人的来回的车票 那还说真的 我们两个呢 现在上班都很忙 那就少了机会呢 或者是一起出去玩 那样 那所以交通费上面呢 我们又少了很多的 那至于下一个里面 家庭的日用品呢 就是变了130磅一个月 就是加了70多个percent 那主要最大原因呢 我就是觉得我们开始了去Costco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去Costco买的东西呢 全部都是很大份啦 那当然啦 那些很大份的东西呢 你是会用很多个月的 那但是就变了呢 你好像每次去呢 都是洗成100磅那样 那还有有时呢 你去到之后呢 看到一些新东西想试呢 你又买 那所以这个呢 是真的洗得多了钱的 那之后呢 就到娱乐啦 那我们每个月呢 就是洗20磅左右 那其实呢 就是少了20%的 但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是比去年 看得多了戏的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 为什么呢 是会洗得少了钱的 平时如果有些普通的戏呢 我们就会在市中心那间 那间Odeon那里看啦 那因为平时呢 他有一个叫做 不知道 Odeon Saver的妃妃 他平日呢 就是5磅一个人 就买到一张戏飞的了 那如果是Marvel电影呢 我们就会去一间 漂亮少少的戏院 那就是在Bord Street那间 Cinney World 那他就有一个 IMAX的影院 那我们平时呢 买IMAX的戏飞 因为我工作那里呢 有少少少员工优惠可以用呢 那就是大概14磅一个人的 那我都觉得呢 那我都觉得呢 以他气院的质素呢 看到IMAX来说呢 14磅都不算是很贵的 那还有我们最近呢 都有去打排球啦 那就是跟我老公的 以前大学的一些同学呢 他们就在附近呢 订了一些场呢 就可以一起打排球 那我们就要一起 夹回个场租啦 那我每次都一个人 四五磅左右 那其实呢 都真的挺开心的 因为我都很久没有打过排球 我以前中学的时候呢 是有打开的 那去到大学就没有打了 那接着到英国之前呢 在香港做的那份工呢 都又在公司有打过客 那但是呢 都真的已经生疏了很多 那现在可以轻松地玩一下 又可以叫做做下多些运动 其实都真的挺开心的 那最后一个类别呢 就是购物了 那购物呢 就是这个惊人的增长 就是471% 那但是呢 其实呢 我们平均每个月呢 都是在花40磅的而已 那我们花了些钱在哪里呢 那例如是有些衣服开始舊 那我们就买了些新的 那我们就买了些新的 那还有有时买了物给朋友 那同事那样 那还有我们平时会买开的 board game呢 我都算了到这个购物那里 那就是刚才那样说 那我们每个月呢 总结呢 就是比起2021年呢 就是多了100磅的 那其实这个5.7%的增长呢 我又不是说觉得是很夸张 很严重啦 那究竟这个通胀 是不是真的影响得我们 那么紧要呢 那当然啦 当你去超市买东西的话呢 你是真的留意到 那些东西的价格是真的上升了 那就好像蔬菜类那样 以前可能是3-40p一块 但是现在呢 就见到差不多变了4-50p 那其他东西就由1磅 变成1磅1 1磅2 这些微小的上升 那和去我们可以餐厅吃东西呢 都发觉他们换了些新的菜类 有新的价钱 那但是都带定头盔先啦 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呢 我真的觉得 不是说影响得我们非常之大的 其实呢 影响最大最大的 都真是这个电费的加价 那其他东西呢 都算是一个合理的增长的范围 那我们都算是可以很轻松地负担得到的 那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 一个月花多100磅 其实都挺多的 那但是说真的 我们这半年呢 真的出街出得多了 买东西买多了 那和我想很多人呢 都会有一种心态呢 是会想报复性消费啦 因为去年和前年呢 我们真的没什么机会出街 没什么机会去玩 那其实我觉得 只要你知道自己 在花多少钱 和不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消费 那我自己看得比较重的一件事呢 就是撇除了所有这些支出的增长 只要我们仍是可以为未来的计划 去存到我们心目中想存的钱的话 我就觉得OK的了 那今次这条支出片呢 就来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叫做更新版的支出片 可以给到多些资讯大家 可以令到未来英国的朋友 都知道我们这里是 怎样付电费啊 Council Tax究竟是什么 如果有其他问题呢 都可以在留言那里告诉我 非常之多谢大家收看今天这条片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给个like我啦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啦 拜拜